2009年 也就是十年前 我的三名本科学生 他们想联合开一场音乐会 当时我建议他们说 你们可以去找几首重奏作品 来丰富音乐会 他们找了很久回来告诉我说 老师 我们没有找到 因为时间很紧张 我就帮他们整理 改编了几首重奏曲 没想到那一场音乐会 获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 也正是因为 这么多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 我就想干脆 我就把重奏这条路走起来 其实二胡重奏这个领域 以前是一直有的 只是作品非常非常的少 二胡的音准难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没有作品 任何一件乐器 作品都是它发展的原动力 我们真的是一穷二白开始起步 然后真的是刷脸去找作曲家好朋友帮忙 在十年间我们积累了一大批的重奏作品 比如二重奏 比如二重奏 梁霄 小品三首 阿里山的姑娘 轻舞飞扬等等 还有三重奏 还有三重奏 西戏 一步之遥 回忆 弦索秋香等等 四重奏 有彩虹铃 弦弦舞 如梦令 等等 我们已经有一本弦弦舞二胡重奏曲集 还有一张杨雪与弦弦舞的二胡重奏专辑 还有即将要出版的公弦舞二胡重奏练习曲集 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十年间一起努力的结果 二胡是一件单旋律的乐器 演奏重奏作品 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们的和声性旋律的听觉意识 同时也可以增强他们这种相互配合的意识 因为他既要听到自己的演奏声部 同时还要去听其他的同学在演奏什么 有的时候学生很努力 但依然没有很好地做到乐曲的要求 他也很苦恼 还有很多的时候排练我们会进行不下去 因为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 真的是有汗水有泪水也有笑声 十年前 在很多的二胡音乐会中 我们很少能看到二胡的重奏作品 可是十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可以在公弦艺术节 胡琴艺术节等等各大艺术节活动中 都能看到二胡重奏或者胡琴重奏作品的身影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十年前 我并不知道十年后会是什么样 这十年中 我们真的实现了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 接下来的十年 我想我会更明确我们该怎么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